有難度先好玩 求求陳念慈想操世界級騎士 世界上總有些人不喜歡平平淡淡感過日神 誰都要走出conference zone 他難度挑戰 就正如80年代的羽毛球一姐陳念慈 他在90年最高輝的時間選擇及流勇退 轉到香港體育學院做行政 直至九年前被馬會挖角 成為建築騎士訓練學校的首任女校長 每一份工作都不惹笑 沒有他的熱愛挑戰的精神都很難做 其實我在體院所有的部門都是新的 我回去的時候 做一個商務統籌的部門 一個運動事務 都是我開始了 來到這裡就不是我開始了這個結局 不過那個轉型 其實我都會做一個這樣的工作 所以當我在體院 在運動事務務務了十年之後 我其實在大學的工作 或者在運動的區域 將來要去行第三職業的時候 其實都做了十年 我覺得都幾好 都幾開心 再轉型的時候 就是說這裡有這樣的機會 也都是一個挺好的建築 因為他說問我可不可以進出世界級的請思 我心想為什麼不行呢 而有這個紅心臟子的陳念慈本身 和學員之間的關係都非常之好 而互相尊重為大前提 甚得民心 不過無規無矩就不成光圓 在他領導之下 就和普通學員一樣 可以講粗口的 其實我想要相尊重 即是做人 所以如果你和他已經尊重的人 你可能也未必需要他 說粗口去和他交談 所以變成我們要令他明白這件事 如果他慣性是不會做這件事 他如果要選擇他要去做的 但我當然在我學校的規則來上 我當然會發生 所以學校他一定要受這個規定 如果他犯的 那也要受這個規定 如果他真的不再是這樣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 可能你會選擇在我學校繼續 因為我有這麼多的學生 那個標準我都要實力 說了這麼久 到底怎樣才能進入他門下做騎士呢 現在就由陳謙遲和大家說說吧 當然他們的身材 我們都很注重 另外一件事就是 真的喜歡體育 喜歡做體育的運動 還有喜歡吃動物 馬匹可能是沒有什麼機會 所以你就要看一看 你會否擔心怕不怕 應付我們的體能測試也很重要 因為有些測試不會很難 那些測試真的要大約知道猜測什麼 他心裏也有一個盤子 如果不是完全不知 傻傻地進來 其實真的成績很難 我經常都說 原先是有一個態度 你什麼都不清楚 你的態度很具合 所以希望他們能夠態度認真 然後真的覺得這個工作 會將來是一個刺激 那就不會成功機會 雖然聽來好像很多要求很難 其實只要上網做足功課就會容易很多 學陳念慈說的 最重要是有態度 成功入職的人 還可以有9500元 過你洗的 有得學有得玩 還有錢花是不是很划算 28號就截止申請 各位加油 加油啦